各位,明天就是周年庆典的日子了,大家都做好准备了吗? 放心吧,大姨妈,我已经收拾好行李了,还带了很多捕捉崩坏兽的装置呢 不知道我们会不会遇到没见过的崩坏兽呢 布荣尼亚已经把想买的游戏都加入购物车了,随时都可以下单 我再做一些便当吧,明天可以在路上吃 谢谢,阿姨,我想要大份的便当 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特别是舰长,为餐厅提供了很多帮助 舰长做的料理也很好吃呢 这些天,餐厅赚了不少资金,那么接下来我来清点一下结余 不知道会有多少结余呢 一定有很多吧,来来来,我们先挑选一下游轮的样式 等等,先让布荣尼要把游戏下单 我说你们两个不要那么着急嘛,等我算完结余再说 嗯,首先扣除厨房的维修费,食物中毒的医药费,和边做料理边吃造成的食材消耗 嗯,大姨妈的脸色忽然变得沉重起来了 资金好像比预期的少了很多 会不会是计算有误 不对啊,我应该没算错 怎么可能只有这么点结余呢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们想要举办一场特别的周年庆典的鸡花泡汤了 怎么会这样 都怪我 要是能更小心一点就好了 其实也有我的原因 我应该把菜谱写得更详细一些才对 不,牙医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都是我不好 凯亚娜,别太自责 其实制作料理的过程中偶尔犯一些小错误是很正常的事 我也有失误的时候 有时候不小心多放了盐 没掌握好火候什么的 多做几次,慢慢就熟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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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而且有些时候,事物的配方也许会带来意外的惊喜也说不定啊 好了好了,大家都不要难过了 有了这次的经验 下次再继续努力不就行了 有了这次的经验,下次再继续努力不就行了 有了这次的经验,下次再继续努力不就行了 舰长,你说的是真的吗? 嗯,舰长说的很有道理 我好像闻到了一种很好吃的味道 其实是我和姬子老师烤的蛋糕,现在应该差不多烤好了 本打算带在路上吃,现在看来,或许当作中年庆典的蛋糕也不错 哇,好大的蛋糕 大家要一起来给蛋糕涂奶油吗? 好呀,我来试试 只要涂抹均匀就好了,对吧? 可以画一只奶油红母吗? 当然可以,就用这只表花袋吧 对了,一会儿我们一起拍一张合影作为邀请函的封面 邀请大家一起参加庆典吧 嗯,罗杰莉亚和莉莉亚呢? 他们两个又跑到哪里去了? 好像刚刚还在外面贴海报来着,我去叫他们 罗杰莉亚不要再玩手机了,来拍照啦 啊,罗杰莉亚刚刚发现,我们餐厅的网站下面有好多评论 评论都说了什么? 最喜欢麻辣龙虾泡面,还有崩坏瘦小饼干和火辣辣包菜球 深夜打游戏必备,辣辣的好过瘾 推荐阿姬奶黄包,和蓝莓樱桃绵绵冰 造型可爱,味道也很好,软乎乎的阿姬奶黄包最棒了 海鲜浓汤真不错,没什么精神的时候喝一口热乎乎的汤 感觉整个人又好起来了,果然好吃的食物是能治愈人心的 下面还有很多很多评论,布罗尼亚就不一一读出来了 太好了,看来大家很喜欢我们做的料理 不如明天推出全新的苦瓜健康套餐好了 那个,布罗尼亚觉得苦瓜套餐风险很大,还是不要轻易尝试比较好 怎么会,明明很好吃啊 我这心里还是很喜欢的,我这心里也能吃得很大 不像是我们的,我这心里还是有没有 我这心里的东西,没有什么想法 不然我现在的远茫和蓝莓樱桃绵 我这心里还能吃得可爱 我这心里的东西,你不想吃得可爱 我这心里还能吃得可爱 我这心里也要吃得可爱 我这心里不吃得可爱 你这心里有点可爱 我这心里有点可爱 我先等下,舰长也一起来合影吧! 如果说过去的一年中谁最应该被感谢,那个人一定是舰长! 皮亚娜说得没错,我们也希望能和舰长一起纪念这一刻。 没关系,多拍几张就好了,就算不完美,也足够有纪念意义,对吧? 舰长,一起来吧! 舰长,一起来吧! 汐儿,罗兽利亚,莉莉亚,快点过来拍照啦! 嗯,这就来! 五周年快乐! 提亚娜,快过来一起吃蛋糕吧! 哦,我把这些照片摆好之后就过去! 哦,这是最后一张啦!放在这里应该差不多了吧! 嘿嘿,照片上的大家都笑得很开心啊! 咦?我们背后好像有个奇怪的影子? 啊? 字幕志愿者 李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